Hello,大家好,我是西岩 相信关注AI的朋友们都听说过RAG DeFi上也确实可以通过知识库进行强大的向量解锁 但有一个关键问题 几乎没有人真正讲解过如何高效构建这些知识库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您只需要输入一个网站URL 短短几分钟后 就能获得一个包含该网站完整内容的结构化知识库 这对于公司研究、技术学习或打造专业领域AI助手来说 简直就是打破游戏规则的亲手指 今天我要为大家揭秘DeFi中的一个超强隐藏功能 Fail to draw 这个AI驱动的智能爬虫工具 能让你一键创建高质量的结构化知识库 那我们开始 我是西岩 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机械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一路哦 Fail to draw 是由Manable AI开发的开源网页爬虫工具 专门构建AI知识库量身打造 它突破了传统爬虫技术的局限 实现了从网络内容到AI可用知识库的端到端智能传换 使个人或企业高速构建专属知识生态系统 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 就来简单说一说FileCloud的核心技术优势 首先是系统性只能抓取 传统爬虫通常依赖手动指定URL或简单规则 容易遗漏重要内容 而FileCloud能够只能发现并追踪网站内部链接网络 确保内容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第二点精准内容识别与过滤 FileCloud能够智能识别并提取网页中的主要内容 自动过滤广告、导航栏等无关元素 确保保留对AI系统有用的核心信息 第三点语异化结构转换 FileCloud将抓取的网页内容转换为 清晰格式化的Markdown文档 或者其他结构数据格式 保留标题、段落、列表等元素的层级关系 方便后续处理和分析 最后一点 用户友好的操作体验 我们无需编程知识 只需要事先在DeFi中设置好FileCloud的API 然后通过简单设置目标URL和参数 通过调用API即可完成 Web知识库一键式生成 FileCloud通过这些创新特性 为构建高指导AI知识库 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 特别适合需要从复杂网络结构中 系统化提取知识的应用场景 要一个更炸裂的是 因为FileCloud是开源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Docker 将FileCloud轻松部署在本地环境中 并通过DeFi进行调用 这种本地化部署方案 消除了API服务费用的顾虑 实现了永久免费使用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演示 FileCloud的本地部署流程 在重视进入正题之前 先给大家打上一针强心剂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个本地部署 远比用Docker部署DeFi 简单的多得多 因为我们至少安装Docker 这部已经Clear掉了 还没有Clear掉的同学 可以翻开我前面本地部署DeFi的视频 在Docker已经安装完的前提下 一共分四步 首先啊或者事先 我们需要启动好DeFi 接着第一步 GitClone 我们打开Terminal 输入下面的命令 将代码Glone到本地 第二步 设置环境参数 通过CD命令 移动到FileCloud文件夹 通过CP命令 复制环境参数文件 接着需要打开这个复制好的文件 修改其中的两个参数 因为在Terminal中不太好操作 我们最好用一个文本编辑器 Tax Editor来修改 这里我就用MathCode来演示 点击Open 从根目录找到刚刚克隆好的FileCloud 点开这个环境参数文件 这里的Redis URL 因为我们是selfhosting using Docker 所以这里的参数 我们是不用改的 下面第一个需要修改的参数是 UseDB Authentication 是否授权数据库 因为不需要 我们改成false 然后来到下面 第二个需要修改的参数是Test API Key 这里需要我们设置 MD调用FileCloud时 授权认证的API Key 这个要记住啊 因为后面设置时会用到 这里我就输入CN109 参数修改后 一定要记得 Command或者Ctrl加S保存文件 第三步 启动FileCloud 接着回到我们的Terminal 输入下面的命令 启动FileCloud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启动过程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最后FileCloud启动完成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FileCloud的四个容器 我们也可以通过输入下面的命令 来检查一下 Hello World 说明启动成功 第四步 FileCloud API设置 我们返回到DeFi中 接下来也是用FileCloud 来创建知识库 我们点击 创建知识库 再点击同步自web站点 选择右边的FileCloud 点击配置 接下来会引导我们 来到设置菜单 再点击配置 API Key 输入我们刚刚设置好的API Key Base URL 这里输入 http-host-docker-internal-3002 最后点击保存 成功 也可以看到FileCloud边上 显示着绿点可用 我们的Docker版 FileCloud的本地部署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就来介绍两个 利用FileCloud 从网站高速创建 实时库的应用场景 考虑到不是每个人 都在本地部署过DeFi 这里我就顾全大局 简单介绍一下 Cloud版DeFi 如何调用API使用FileCloud 首先我们来到云端版的DeFi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Cloud DeFi 然后我们点开右上方 找到设置 左边点击数据来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FileCloud 点击配置 我们需要输入这里的API Key 我们点击下方的链接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 FileCloud的页面 这边我们点击左边 API Keys 这里就是我们的API Key了 我们点击复制 然后回到DeFi 粘贴 保存 好的 显示成功 可用状态 云端版DeFi FileCloud的API配置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让FileCloud 帮我们爬取官方文档 来创建知识库 比如想了解 DeFi官方文档里 关于节点的介绍 比如是这部分的内容 我的目标很明确 所以这里UIL设置 精确到了guys这边 我只需要它 PAR去这个UIL 下面的此页面就可以了 这里默认设置是 勾选了PAR去此页面 然后是限制数量 这是一个预值的设置 我先设置30 右边参数最大深度 因为这个参数解释再多 都不如一幅图 来自直观 这里我就让Cloud 帮我图解了一下 深度0的话 紧抓去输入UIL的页面 深度1的话 抓去输入UIL的页面 并包括子页面ABC 深度2的话 爬取到子页面的子页面 比如这里的A1A2 B1 C1C2 是不是很好理解呢 通过这两个简单的参数设定 我们就可以让AI八重为我们工作 下面还有两个参数 排除路径和紧包含路径 这次就不演示了 我们点击运行 可以看到7.8秒内抓取了30个页面 到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节点的页面 比如开始节点 LLM节点 前面是一些跟节点无关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的勾选进行选择 不将它们录入知识库 这里为了演示 就不做严格的筛选了 直接点击下一步 来到熟悉的文本分段与清洗 这里就采用默认的设置 Embited模型 就用OLAMA里面的 Mixby Embited Large 检索方式 选择混合检索 ReRack模型 选择一个多语言的V3.0 关于这里的向量检索 混合检索 TopK Square 预值的设置 还有ReRack模型 我在之前 DeFi中提升Rack精度的视频中 有详细讲解到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看一下 我讲的不要太详细 知识库生成后 我们可以看到30个文件 每个文件应该对应着一个页面 平均一个页面 还有3万个字符 接下来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使用这个Fairground 为我们创建的知识库 我们回到DeFi的工作室页面 这次我们选择ChatFlow 输入应用名称 换个可爱的小图标 我们开始构建 我们现在开始节点后面 添加一个知识检索节点 然后开始里 System Query变量就自动关联上了 也就是我们在对话空中输入的内容 选择我们刚创建好的 也就是最上方的 召回设置里 同样设置ReRack多语言 为3.0 TopK设置到5 知识检索节点就设置好了 接下来设置一个LLM节点 来整理回答 系统提示四中 让它根据下面的检索结果 回答用户的问题 检索结果用斜杠 找到变量上下文 同时在上面上下文中 设置变量的复值 最后模型的温度参数 调低一些就设置好了 最后连接上直接回复节点 设置输出变量 也就是LLM的输出结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它一个 比较系统性的问题 模板转换节点和哪些节点配合使用 经过Deepsec的深度思考之后 提示给了我们四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虽然现在用不到 但不代表以后用不到 我们可以记载小本本上 在以后构建AI应用的时候 丰富我们的构建思路 最下面也能看到引用信息 和我们之前用的知识库一样 这里没有什么区别 Faircloud在DeFi中 彻底改变了知识库构建方式 将碎片化信息采集 转变为系统性知识体系构建 对于官方文档等高节奏化的资源 它能确保知识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保留文档间的内部连接结构 提升向量解锁质量 展现概念的层级关系 并能高效同步更新内容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技术文档 API指南等资源 让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提问 即可获得准确答案 同时了解知识 在整体体系中的位置 为学习技术或构建专业AI助手 提供了系统化基础 大家也可以让Faircloud 爬去所有的DeFi官方网页文档 然后丢出一个问题 学习DeFi的最佳路径是什么 答案会不会有惊喜呢 使用Faircloud还可以暂时 爬去一些公司发布的市场调研和商业洞见 但前提是 这个网站的URL在设计上拥有鲜明的层级结构 比如这个外网上的MacNC 我想爬去 Our Insights下面的所有文章作为知识库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文章的URL结构 比如这里的第一篇 我们看到左下角 很完美 就在Our Insights的下一层 这里还有很多 我们就先抓二视野来看一下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回到DeFi 我们就先爬去二十个页面看一下 最大深度设置为一 然后运行 好的 我们看到总共招去了二十个页面 我们停地下一步 回到我们熟悉的文本分段与清洗 这里依然设置混合检索 因为文章语言是英文 我们可以选择Relang V3.5 好的 设置完成 切换文档 大家注意啊 这里生成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这边 选择添加URL 如果一次性爬不完 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来爬去 追加完知识库 回到我们的工作室 我直接在这里 将知识库 换成刚刚建好的Our Insights 找回设置 也换成V3.5 这里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 让他给我一些关于AI的高级观点 是不是还不错呢 每一句话都有引用在支撑他的观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本地部署FailCloud AI知识库一键生成 与空再来讲讲FailCloud的节点用法 记得点赞 关注 我是西安 我们下期再见